白索外头人行道上小草们各个手拿荧光棒席地而坐 但这可不是参加中秋活动 而是来声援收押在里头的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柯文哲遭到收押已经第13天 又正逢中秋假期 无法与亲人团聚 16号晚上太太陈佩琪在黄珊珊陪同下 现身白索外墙给予心灵慰藉 不只被人群团团包围 还有人送上拥抱祝福 现场超过30人 警方不敢大意也在周围派出多名警力 守望戒备 我今天见不到他 但是我要来这边 代表说我已经来这边 我的心跟他是更接近的 我到这边来跟他捍卫他的清白 曾说过即便隔着看守所的墙 也要夫妻新脸心 这个没有丈夫陪伴的中秋节 想必不好过 但案子还是得继续查 70到75岁的兄弟 他们联合持有了40几年 那因为老的也想要分家卖掉 陈佩琪身为客家大帳房 每每出面说明 却无法解释更多疑点 像是卖房金流交代不轻 又或是分批到ATM存款 有违经验法则 因此检察官除了积极借题 再押被告 以及金华城的反对方 交叉比对证词之外 不排除中秋过后 就会二度约谈陈佩琪 厘清这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继续有最后报道